不用不是按按钮 你希望是怎么插入这个 能够产生一个置定函数 那我前面讲过 因为从第一堂课 我们就 第二堂课就开始讲到置定函数 给他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给他之后他一样 会在那个范围里面比对 也就是你丢一个参数给他 他就帮我把那个范围全部比过 比完之后自动抓到他最上面那一个 蓝名 然后呢把这个他的单位名称丢回来给我 并且返还到这个储存格 那我如果向下填满 其实也可以搞定 感觉这个地方也不错 如果说以后你有类似需求 就是说你要查 可是那个查的 不符合V路函数 或H路卡或者Index 其他的规则 那你怎么办 你就干脆自己写一个嘛 那怎么写 类似用这种方式写 首先第一个 我们如果要做出这个方选 一一一样 插入什么 插入一个方选 特别最后是插入 程序的地方选择方选 名称的话呢叫什么 所属单位 OK 底线函数 按确定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应该这些东西都没有 他只会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一样嘛 就是说 因为方选跟sub sub有点像 反正我做完全部都OK 但是方选是会跟你互动的 所以他会跟你要一个 请问一下你要查什么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 我们在刮虎里面 就加 人员 人员 他就会跳出一个 那个 对话方块 一个文字 栏位 里面呢 要填上什么 你就点一下 高明明给他 可是给他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在那个范围里面 全部都找一遍 如果找到的话 把上面的 那个那个 A栏 那一栏的那个 第一列的资料 帮我抓回来 其实 如果前面我们已经写过 那个sub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考 这个for each 到nets 这个范围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怎么样 复制一下 放到这边来改 当然最好是 如果没得参考 你重写也没关系 那我大概因为这样 比较快一点 我先说明 那再来的话 就是for each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用for each 去跟他讲说 帮我把 那个某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在序子1里面的 这个前面的范围 帮我找一下 帮我把他一个一个找 所以他会怎么样 帮你把A2 放到sale里面 那比的话跟什么比呢 特别注意 这个sale记得不是跟 跟A栏的那个储存格比 而是跟什么 跟人员比 因为如果是sup的话 会一个一个 去储存格里面抓 但是这边的话是跟什么 跟人员 所以他会帮我把 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 的sale 他会一个带过来 然后跟他比 是不是 高明明 如果是的话做什么 特别注意 如果是 我们刚刚是把他丢回到b栏 但是现在的话 记得 如果你要丢回来的话 记得是丢给谁呢 丢给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记得把这个 所属单位函数 把它取代成 salesb OK那一样 把它前面这个 的第一列 就是最上面那一列 那跟那个什么 跟找到的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池 的同一栏 的第一列 那帮我把这个东西 丢回来给谁呢 丢回来给 所属单位函数 那他会自动帮我把这个结果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 所以 刚刚的这一段 如果跟那个salesb比起来的话 其实就这一段 把它复制过来 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 就是sales 其实只要把sales里面的东西 改掉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改完之后 那当然细节 假设你 还是不是很了解 你这边一样可以设中断点 他一样会 当你 执行他的时候 他一样会停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有没有要放这边 插入一个 使用者定义 定义 里面找到所属单位函数 一样给他一个人员 OK 然后他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刚刚有设个中断点 他也会停下来 那停下来一样 他就是在那个范围 这个 序责1里面的这个范围 其实指的就前面这个范围 前面这个 然后 再来的话呢 就是 帮我比对 所以逐一逐一的比对 他比对他会 第一个抓过来 郑小明一样 第一个人 跟高明明一不一样 不一样 换下一个 一直往下找 直到找到为止之后的话 他会 执行 里面的这个 所以他 这个高明明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 他就帮我把什么 把 他 这个里面的 从第1列 所以上面那个栏位名称 的同一栏 的 位置一定是在第1工作表 前面的工作表 把资料帮我带回来 放到储存格里面 OK 这样的话呢 就跳离回圈 结束方圈 你会发现就抓到 其他的话当然呢 我们快速点两下 他也会自动去抓其他的 比如陈小明 在哪个单位 以前的话不知道的话 不用这个方法 变成 你要一个一个去看 他会抓A单位 所以你再验证一下 乘 流 12 流12是不是F 流12 在这里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未来 假设你有类似的需求 一个储存格 跟一个范围比对的话 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for each的写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